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 从政治到经济 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 世界都在关注 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 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 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 台湾怎么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家轩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9点半 很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这个讨论台湾人怎么想的节目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 他不算是台湾人 但是跟台湾的关系非常深厚 从2006年 不得1996年就来过台湾 然后在台湾陆陆续续待了20多年 然后也娶了一位台湾太太 他有个很台湾 看不出来是外国人的名字叫做施义坚 义是争议的义 坚是坚定的坚 他是德国人德国人名字叫做 Stefan Tome Stefan Tome Stefan Tome Sorry 对 那既然都已经提到 你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好 大家好 听众观众好 谢谢 那Stefan Tome Tome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哲学家跟作家 那他虽然是德国人 但是在台湾非常热爱台湾 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他来呢 就是他是去年底出了一本在台湾翻译成中文的书 书名很有趣 叫做台湾使用指南 好像就是说 你要来台湾 你要怎么用这个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岛屿 他写了一本这样的书 那这个书最初是在 因为他是来自德国 所以这个书是给德国的读者朋友的 那这个书是一系列书的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各国都有那种提供给本国想要出国玩的旅游指南 所以这个台湾使用指南也算是这系列书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台湾观众朋友去读这本书 就会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旅游书 他对台湾的介绍非常的深刻 然后他对台湾历史台湾文化台湾认同 以及台湾人自己很多很热爱的美食跟棒球 都有非常细腻非常深刻的掌握 等一下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细节跟内容 但是先稍微提一下 他其实本身是非常杰出的文学小说家 他在德国得过很多的奖 他目前已经出版了六本书 其中五本在台湾上市 第六本目前还没有 但是明年应该也会上市 他前面几本书都是联津出版社出版的 从2010年就有一本叫做《边境行走》 然后在德国大家可能有人知道说 2009年他在德国得了法兰克福书展的德国图书奖 那陆陆续续后面他的好几本小说 都在德国得到了不同的奖项 对然后2022年联津出版了 他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小说 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小说 那他第五本小说叫做《梅雨》 我就是台湾一般人熟悉的梅雨 其实这个季节差不多就是梅雨季节的 对但是最近的天气还蛮舒服的 不像是梅雨 他是因为叫梅雨嘛 大家可以想象 他是一个跟台湾有很多关系的一本书 他是讲述一个台湾家庭如何见证 日本的殖民 国民党的政府的来台 以及台湾民主化对这个社会跟个人的冲击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台湾使用指南 我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其实蛮震撼也蛮感动 他里面对书中其实很多东西 怎么说呢 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台湾人 所以他讲很多故事是我们熟悉的 可是他可以在我们熟悉的故事中 挖掘到一些 可能我们一般台湾人都未必知道了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觉得他在书中的140页提到说 台湾人的婚礼上不能摆凤梨 因为凤梨第二个字是梨 所以不吉利 我自己过去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自然 因为大家会 因为是make sense的 对是讲得通的 然后另外他对台湾很多社会的一些观察 也很心理 比如说2014年太阳花发生的时候 他有到现场 他会看到说虽然是两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 但是他看到说 其实在现场的人是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 非常友善的 对 然后在这书里面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也把台湾的 对过去台湾 不只管是白色恐怖或威权时代历史 做了一些比较 跟德国文历史做比较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如果说你对台湾历史已经非常熟的 其实在他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一个德国人会来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这个介绍已经讲得太长了 大家可以从中听出我对这本书的喜爱 那我接下来就有些问题想要停教这位施先生 就是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你怎么来台湾的 其实你有点算是一个意外 对不对 你在1996年本来是在南京学习中文 那后来好像是一个朋友 一个德国朋友在台湾邀请你来 你就来了 那来了之后第一次来只待一个礼拜 但是后来就有 中间你又来师大学中文 对 然后你是2005年再度来到台湾 然后来台湾的时候是因为你说你在德国博士毕业了 但是找不到工作 对所以就说讲说就来了 可不可以先稍微简单讲一下 你还怎么会来到台湾 对啊就是第一次就是像你刚说的 我在中国南京学中文 然后同时有一个柏林同学在台湾师范大学 我们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白放彼此 所以那个时候1996年的5月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马上我对台湾以无所知 我完全没有概念 对中国也几乎是没有 刚刚开始我哪时候在德国还没有学汉学 所以是完全觉得是一个 一张白尺就是 一个新的方向 觉得学一个本来是想要解读到一个跟西方文化 没有关系的思想传统 因为我的主学是哲学 所以从这个角度对中国有兴趣 然后对台湾马上有一个好感 我觉得马上感到你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 就是跟我哪时候看到台湾 我全部都一次会跟中国比起来 所以在我想象中台湾就是另外一个中国 但是发现跟中国其实很不一样 感觉马上是很自由自在 生活比较比较轻松 所以因为有这个好感 所以我回去了就马上申请另外一个将学金 所以199798年 自己也是来台湾在师范大学那边带了一年学中文 然后以后就 因为没有我要继续做这个学术研究博士后研究 都是跟中国思想有关系 那在德国是一个完全边缘的的转体 很多人觉得哦这样很有趣 但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概念不能讲什么 也没没办法在大学拿到一个什么助理教授之类的位置 所以就只好离开 然后就回来台湾2005到2011年就带了六年 那时候我对台湾算是慢慢就比较熟 因为工作环境很多台湾教授学者就常常有机会跟他们来往 就慢慢比较了解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但是后来我决定OK我不要做一个教授 我不要继续做这种学术工作 在德国刚出了我第一部小说 我想当成功 所以就OK我要当做一个一个职业的销索家作家 但是这样因为我的 很有勇敢的决定 这次那时候算是勇敢 我刚出了第一本书觉得OK我可以 我可以的 我可以做一个一个独立的职业的销索家 但是因为我的主要的时长在德国 所以我觉得反正我这个研究差不多结束了 我的拘留症到期了 我的一个奖学金到期了 所以我先离开 但是离开之前就刚刚认识一个女生 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所以有两三年有一个圆局里的关系 但是后来决定了我们要继续在一起 但是如果要在一起那就真的需要在一起吗 不可能 我那时候住在在这个葡萄牙里斯本 但是2015年就回来了 基本上是为了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但是因为她就回来了 很感人啊 我觉得对啊 她是在这里工作我比较自由 然后我还是很喜欢台湾 所以那时候觉得回来 在这里当做一个德国作家 应该是也有办法有前途 所以从哪时候我觉得可以说 我把台湾当做我第二个家 对 你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说 你把台湾当第一个家 对对对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 用这个说法 大概我觉得2015年回来了 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 好像是就跟我就开始跟我 当时是女朋友 现在是太太就同居 然后也因为她在台北 有她的妈妈还在 然后她的哥哥嫂嫂两个小朋友 所以我也不只是跟我女朋友 同居住在一起 也是参与一个台湾家庭的生活 我觉得之前就2015到2011年 这段时期 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 我是一个旁观者 不是真的参与者 就没有进入台湾社会 对对对对 我是一个外国人 我是单身 我有朋友 我有同事 可以跟他们去喝酒吃饭聊天 对 但是台湾家庭 就是另外一个台湾生活的面向 就没有 而且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最重要的面向 我觉得没有这个经验的话 我不知道有可能没有 没有办法写这本书 一定不会写美语这部小说 这是我之前看你这个采访也说就是即使你已经觉得对台湾非常熟悉了 但是如果不是藉由这个开始融入台湾的家庭生活你就可能还是好像隔了一层距离的感觉 对啊你的你的视角还是一个外部的对我觉得就是2015年开始就回来台湾一来就满满真的是进入台湾这个社会比较懂这里大家的这个内在的视角 我可不可以先好奇问一下你在来台湾之前你怎么会突然因为你刚才说你来台湾的时候才刚开始学汉学对你其实对中国也不熟 所以你在德国是那时候是大学吗大学毕业了吗 大三怎么会有做这个决定说突然想要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亚洲社会来 基本上是因为我的我的主秀是哲学然后但是在德国哲学对对在柏林自由大学 但是我对这个母校的哲学系有点不满意 因为他们的哲学全部都是西方哲学没有非西方的思想传统 那我觉得哲学这个这个范围应该是比较广泛 还有印度日本中国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靠我自己寻找一个机会认识一个非西方的 说我比较天正 我觉得你读基本书就差不多可以嘛 那我二十出头 后来就看到一个奖学金的这个公告 就专门是提供给不是学汉学的学生 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对中国有兴趣 然后说我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大概不会拿到 但是我可以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很很好的机会 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很酷 大家就去英国或是法国留学或是美国 但是我就敢去一个这么遥远的陌生的地方 而且在1996年那个时候 我觉得跟现在比二十多年后比起来 那时候相对来说台湾跟整个世界的交流还没有这么密切 甚至中国跟台湾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连中国也对那时候对欧洲应该说都还很陌生 不像两千年后他经济突然蹦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可不可以先简单谈一下 就是因为你在书里面谈了很多 比如说你在台湾去酒吧 然后去同志酒吧 因为在中国没有同志酒吧 然后你去住在大学嘛 没有钱就住在人家顶楼家盖 这是非常台湾人的生活体验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你在台湾的初步的经验是什么 OK这个同志酒吧 其实我真的在台北第一个晚上就是我1996年去看这个朋友 他也不是通志 他只是觉得这个酒吧很好 就是气氛很轻松 在斯大那边 对对 斯大那边罗斯富路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 不知道 反正觉得OK 这也是一个我坐在那边 我看旁边的大部分好像是通志 觉得OK 这也是跟中国打入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一个气氛嘛 就是有这种地下文化 有这种自由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好地方 很悠闲 对 然后以后就住在丁楼甲盖的 在台湾很多 台北市很多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安静 我不喜欢在我楼上有人走来走去 我什么都听得到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松江路那边 也是顶楼甲盖的一个小房子 现在还是住在顶楼甲盖 对对对 好 可见那个在台湾真的是顶楼甲盖 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很多人都住在顶楼甲盖 我前一阵子也在住在顶楼甲盖 好 那我们中间稍微休息几分钟 然后我们之后再回来听 施宜坚讲他的这本书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 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 台湾是怎么想的 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由王嘉勋主持 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多面向探索人物 书籍 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台湾怎么想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台湾怎么想节目 我们今天采访的是一个德国作家 虽然是德国但中文非常好 然后他在台湾也生活非常久 然后他写了这本台湾使用指南 非常受欢迎 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在德国也非常受欢迎 节目上半场他谈到说 他怎么来到台湾的 那接下来我要问他一个 他在书中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自己从德国来1996年先去中国南京念书 然后来台湾学中文 那中间他又去日本的早道研大学 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博士研究 这是学日文 刚刚从研究所毕业 所以他其实对在中国日本台湾都有 算是一定程度的生活经验 可是他在书里面说 他说台湾人就是说中文的日本人 这个书中的23页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可能会同意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不同意 但是我很好奇你怎么会这样想 其实这本来不是我的说法 我记得有一天是我太太下班回家 就跟我说几句话 他有听到 我有点就好几年前 我忘记了是在电视上听到 还是在路上听到 好像他说是一个韩国人说的 可能是从韩国人的角度 觉得台湾很有趣 是蛮像日本人 但是讲中文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是不是有点讽刺 但是我觉得有点好玩 有点好笑 也是有点道理 这句话 我在书中之所以提到这句话 是因为我对台湾认同很有兴趣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议题 不管我在讲政治或者宗教或者棒球 或者聊理都是跟台湾认同有点关系 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那这句话台湾人是什么 台湾人是讲中文的日本人 就一句话可以知道 台湾人的认同很复杂 也是很混合的 不是单纯的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自己也很意识到 其实也很对这个现象是采取一个肯定的态度 觉得OK 我们是一个收到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文化影响的地方 我们是以前是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致命地 我们是属于秦朝 我们是受到日本人的痛斥 然后有国民党的再中国化的教育 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影响 现在是跟美国很关系 几乎所有家庭好像有一些亲戚就在 可能没有到所有 不是所有 但是很多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台湾人好像明知到我们的认同是混合的 不是单纯的 所以也是很复杂的 还没有完全决定台湾人到底是什么 台湾人自己好像还没有决定他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所以这个认同造成发展出一个性的认同的 大家可以通意的认同 这个过程还没有一定的结果 还没有达到终点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你研究台湾 你在台湾生活可以观察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就是一个民主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不断的讨论 那我们到底是 是谁 是谁 对 我觉得 陈杰你刚刚这样讲的东西 我觉得你在这个书里面 我相信任何去看的读者都会发现到 其实你的书里面 就像你刚刚说 你不断的谈说 你用很有趣的比喻 你说如果你想要了解台湾过去50年的发展 你就是这个都 你可以把它浓缩成两个人的传记 一个是陈隋变一个是马英九 他们分别代表了非常不同的政治立场 也不同的出身背景 一个是来自中国大陆 然后一个是在台湾本土的乡下长大的小孩 然后一个是 我也不太能确定 就是强调台湾本土意识 台湾自主 另外一个就是认为说 台湾的未来就在中国 就是非常对立的一种政治倾向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举一个比例很好笑 台湾的社会或台湾历史 像是一本对彼此有敌意的两个作者和谐的一本书 然后每一个作者都想把另外一个作者写东西擦掉 对 然后但是你又说说 幸好没有一个作者真的完全成功把对方的笔记擦掉 以至于说你在今天的台湾都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 两种不同的认同 两种不同对历史文化的了解 比如说中生纪念堂 它也叫自由广场 对 然后你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两个名字同时保留下来 然后很多台湾人好像也不是很在乎说 我们只能有一个名字 就大家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我很好奇就是说 你说德国人很难理解掉这么复杂的认同 因为你说德国人已经习惯了单纯认同这件事情 可是你会 所以你意思说单纯认同是不足以反映现实的吗 或者是说事实上其实更复杂 单纯的认同我觉得基本上是宣传 是ideology 是不复存在 是有神话 民主主义说我们是一个很单纯有通义性的民主或者社会 其实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 你就知道这是政治的旋转 不是真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一直讲掉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的通义性什么的 那中国哪里是一个单纯的国家 超多民主宗教语言什么的都是 不同的政府者 对对对对混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德国也是有一点这个矛盾 很多德国人好像不想要接受 我们已经其实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我们的认同也不是单纯的 我们经纪四年来自土耳其来自希腊 意大利 然后当然也还有欧洲之外的地方 现在我们人口已经是差不多三成 他们不见得可能是自己有德国国籍 但是他们的祖先是从中东国家来的 所以可以得知我们的认同一定也不是单纯的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他们一定要坚持这个观点 这个概念 我们是一个有同一心单纯的 不然他们觉得好像自己不知道他们是谁 好像有这种担心 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们当时的总统在演讲的时候说一句话 他说伊斯兰教现在也是属于德国 然后很多人就抗音说这样 这不是啦 我们不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我们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国家 他没有否认我们是基督教的国家 他说伊斯兰教现在也是属于德国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完全是对的 完全是没有没错 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样你就否认 我们原来的本土的单纯的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在很多西方社会有这种意识心态的争论 就是极右派的兴起 对多元价值的一个攻击 极右派现在完全是主张这种单纯的 白人的什么什么基督教的认同 我觉得这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过去 我们一定会超越这种这种辩论 但是目前为止 这是造成很大的冲突 我蛮同意你刚刚讲那句话 就是我觉得 你看过去一百年的历史 人类是还是逐渐 虽然现在全球化 好像遇到了一个瓶颈跟暂停 但是我觉得人跟人跨国界的交流 不管是语言宗教婚姻 让人跟人越来越能够抛下 单纯的种族认同或宗教认同 能够互相交流 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类的趋势 只是确实也许有人会担心 过去是不是30年来走得太快 会想要稍微停一下去反省一下 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如果去理性的讨论 这个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 没有人会希望把自己小时候 或者是你的妈妈 祖母那一代的文化给抛弃掉 你会觉得害怕 或者是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但是也不需要 是 因为人本来就在流动的环境 对 我觉得尤其是看德国历史也是 因为相对起很多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因为德国是1870年才正式统一 对对所以跟法国或者是对其实相比来说也算是比较晚的对我们是一个很也算是一个年轻的相对来说一个年轻的nation state对是比较比较晚在在同意 而且我去年去去年年底去德国参加法克福书战然后顺便也去玻璃 然后我在慢慢聊天中发现其实德国各地的文化传统非常不一样 而且很多地方的方言好像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德国有些方言是别人听不懂的 呃不是完全听不懂不是完全听得懂 就是我们对啊我们内在文化的怎么说多远性吗 是也是一定存在那也是跟我们历史有关系就是我们刚说的我们比较晚才统一之前就是分裂很多很多小小的小小的国家 是呃所以他们历史很久就保留自己的地方的文化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有一个公通的认通还有地区的不同文化的传统是我觉得完全不是矛盾是是是是两个都都可以 这是我觉得现在既有牌很多人是可能好像没有很懂他们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多远性那就是就是把我们公通的一个基础拿走了 我说好我不是很特别明白他们的心态但是呃我我我发现就很多人现在是这么想那台湾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是因为台湾几乎没有人否认台湾文化的这个多远性就是没有人说哎没有我们是完全单纯的大家都知道日诗时期呃对知名世代秦朝什么都是都是重要的 是影响是影响是还是我对台湾的看法是太太理想化我觉得你讲来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之所以不去挑战是因为他不够强嗯就是因为台湾我觉得嗯要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去碾压其他的不同群体嗯但是也许每个人心里会认为说我这种理解才是对的嗯只是说他可能嗯那个群体不够大是对嗯 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还没有聊到主题对但是我想最后就聊一下就是你在这书里面其实表达出很强烈的政治立场政治的好恶嗯你很认同我们就先不要去谈哪一个政党你就很很明确的表达你对台湾你刚刚说提到的两种历史叙事你只对其中一种比较同意你觉得另外一个政党是呃没有去认真的面对他自己在过去历史中犯下错误 呃我就不谈你这个讲法细节我们不深入他但是我很好奇德国的出版社怎么会让你出这样一个有表达明确的政治毫无的书我觉得这是跟这个系列的特色有关系的出版社还令你从个人的角度叙述我的描述一个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我记得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我要讲这么直接吗这么清楚吗但是后来觉得这也是一种 诚实吗因为我要让读者知道OK我自己的立场不是客观中立的了解我自己也可能是有一些偏见或是对某一些政策有一定的看法那先跟你们说你们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们要知道我这个立场可能有影响到我写作的就是这个描述的方式我觉得这样比较而且我要诚实说我很喜欢你的立场 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半个小时重重就过去了那我们下一集还会继续聊邀请台湾使用指南的作者施易坚来到我们节目大家听众朋友下周见拜拜拜拜